这个周末G2020国集团峰会将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 主办国印度发出的邀请函却引发国内外的讨论 印度总统用泛文的印度称自己为婆罗多总统 让外界揣测印度政府是否有意更改国民 而传统上印度官方英文版的邀请函都使用印度这个名称 印度语版采用婆罗多 而如果国民要改为单一使用婆罗多的话 就必须要修宪 而且经过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要改国民了吗 印度总统穆尔木向G2020国集团领袖 发出新德里丰会晚宴的邀请函 上面称自己为婆罗多总统 而非各界熟知的印度总统 再度掀起更改国民争论 印度也称为巴哈拉婆罗多 又易为巴拉特 在印度史诗和宪法里都有提到 是殖民时期前的泛文名称 一般民众和官员都会使用 但政府高层用英文沟通时 大多用印度总统或印度总理的头衔 这几年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 主张民族主义印度教至上 不断修改殖民时期名称 表示有助印度摆脱奴隶制心态 莫迪七号在印尼举行的东协峰会上高喊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对支持更改国民的印度人来说 周末将在新德里登场的G20峰会 更是摆脱殖民包袱的机会 其实这两个名字都已存在2000多年 印度国内也有反对声浪 反对党领袖就表示 政府选在这个时间点推动改名 目的是要让两个月前成立 简称India的反对党联盟 在明年大选中相形失色 也有人认为印度这个国民 已有好几个世纪累积起来的品牌价值 展现印度的品牌价值 自然是莫迪政府 在今年G20峰会上的首要任务 印度挟着庞大人口红利等优势 催动经济成长 现在已经超越英国 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莫迪今年1月就发下豪雨 要成为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舞台的领头羊 Global South 南方世界 这个近来被大量使用的词汇 主要指新兴和开发中国家 其中许多位于南半球的非洲 拉丁美洲和亚洲 专家指出位于南亚的印度 要以全球崛起之资 成为通往发展中世界的桥梁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经济放缓之际 吸引全球贸易和投资 更重要的是成为西方和俄罗斯的调停人 不过这回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清都将缺席 今年几场G20会议都没有就乌克兰战争发表联合公报 如果这个周末依旧未能打破僵局 可能将导致G20峰会首次在没有公报的情况下结束 不过新德里民众对这场国际峰会还是抱有期待 认为是印度人骄傲的时刻 莫迪政府赤字1.2亿美元 相当台币38亿美化新德里市容 要让世界看到印度 不过对许多街头小贩和挤在平民窟里的人来说 拆迁代表他们流离失所 失去生计 部分贫民窟距离G20会场近500公尺 自今年1月以来 已有数百栋房屋和摊贩被拆除 官方表示都是违章建筑 维权团体7月的报告则指出 至少25个贫民窟和夜间收容所 被移为平地变成公园 近30万人因这场G20流离失所 体育性外送的报道 至少8月的报道 至少6月2日以下